UNIQLO試穿的時候覺得驚為天人 我覺得反而可以更好的修飾我的臀腿的線條 我願稱之為UNIQLO三大神褲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ndy 今天呢想跟你們分享我在 UNIQLO挖寶道的烏款 寶藏褲型 非常適合接下來秋天的換季穿搭 那因為我自己平時比較喜歡那種寬鬆隨性的風格 所以寬褲一直是我很喜歡搭配的單品之一 那我覺得近幾年以來的秋冬流行趨勢 也常常可以看到寬褲的身影 那我最近呢 踏入UNIQLO就發現有一些褲款 雖然掛在那邊看起來不是那麼齊耶 可是我一到試衣間穿上真的驚為天人 那個版型非常適合離型身材 亞洲女生 甚至有一些褲型很適合個子嬌小的女生 我發現UNIQLO的褲子都會隨著潮流趨勢不斷的進化 可是呢在設計上都不會太過於鋪張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版型都非常適合我們亞洲人 所以呢我最近都常常去UNIQLO挖寶 看能不能找到不太流行又好搭配的經典單品 那在介紹第一款褲子之前呢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身高 我的身高是165公分 UNIQLO大部分的褲子啊 對我來說褲長會有一點點的偏短 所以在今天有一些款式上 我都會選擇稍長的款式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更喜歡那種寬鬆隨性 我覺得更有時尚感 所以我都會拿比平常再大一個尺寸 首先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的這件寬扮牛仔褲 這件我在游泳戶試穿的時候覺得驚為天人 首先呢它是高腰然後是全長的設計 穿起來從胸以下全部都是腿 拉長身形啊修飾你上下半身的比例的效果都很好 那它的褲腳這邊呢做的是有一點點微喇叭的感覺 所以整體那種鹹腿長的效果又會再更加倍 但是我還喜歡它穿起來是這種橫筆直 又有一點垂垂感的褲型 這種大一致的流暢剪裁啊 穿起來會更有那種俐落修飾的感覺 那除此之外呢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加分的 就是它這個腰的後面呢是有一段鬆緊帶的 所以除了穿著上可以更舒適不會雷肉之外呢 它也可以更服貼於這個腰部的曲線 然後它在褲頭這邊呢做的是比較寬版的腰頭 然後是暗扣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在腰這邊呢穿起來也非常的簡約俐落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少見既可以兼具舒適感 修飾腰臀曲線線條的一件褲子 那雖然它是牛仔褲的材質啊 可是我覺得它穿起來既有一定的挺度 也有很好的彈性 然後它在這塊布料上面也沒有做太多的刷色處理 口袋也是只有這個腰部這兩邊 然後還有屁股這邊有兩個口袋而已 雖然它沒有太過多太華麗的裝飾 就是讓這個褲子呈現一種類西裝褲的簡約感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它的光榔上面呢 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我的這個是生牛仔色 像我的話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穿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上半身我就配了一件這個 Arysum的短袖然後短版的T恤 它這個T恤的長度超級剛好 稍微露到一點點腰 那如果你是比較小個子的女生 那我覺得這件更必帶欸 因為這條真的鹹腿長的效果超級好 如果你下面配那種厚底鞋什麼 看起來腿長直接爆表 然後我覺得它這款的白色穿起來 也很清爽的適合夏天 然後我個人覺得這個生的牛仔色穿起來 會更鹹瘦 然後也更適合秋冬一點 再來第二件呢 這個是U系列的打折牛仔褲 U系列呢 是由設計總監的LAMARE帶領團隊設計的 那我覺得這條褲子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是簡型錐型的設計 那一般來講 講到這種錐型褲啊 簡型褲啊 可能都會覺得 對我們這種離型身材的女生 不是特別的友好友善 但是呢 我去實體店試穿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件褲子 可能被比較多人穿脫過 所以它的布料啊 好像會隨著你穿的時間越長 就會慢慢的變得更柔軟 再搭配上它這種適度的 簡型錐型的設計 我覺得反而可以更好的 修飾我的臀腿的線條 這件褲子的簡型感啊 是來自於它這邊有一些打折的設計 那我的話呢 拿的尺寸是27號 會稍微的比我 應該要穿的尺寸再大一點 那是因為我想要把它穿的 再更低腰一些些 如果你是很擔心 這邊的泡泡的感覺 會在你的肚子上這邊 很顯小腹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試著拿 稍微的大一號 然後這樣子往下穿 就有點那種微微垮褲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好看 我很喜歡 然後上半身的話呢 我是配了一件 我自己也超級喜歡的 他們的一件bra top 它的長度啊 對我來說剛剛好 因為我是一個不太喜歡 露肚臍的人 然後這件就是剛剛好 可以擋住我的肚臍 我覺得這樣穿起來 就很有那種美式 休閒 隨性的感覺 那我會覺得這條褲子啊 跟第一件空白牛仔褲相比 第一條比較像是 整個造型的重點主角 或是我想要穿的 稍微再更正式一點 更有氣勢一點 你就會選第一件 空白牛仔褲 但這一件呢 就是屬於那種 我日常隨手抓 就可以穿出門 很日常休閒 然後跟任何上衣都 很好配的一件牛仔褲 那如果你還是很擔心 這種錐型褲啊 剪型褲啊 會很放大身形 但是你還是很想要挑戰 試試看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你挑這種 深色收縮的顏色 那除了我身上的 這件黑色之外呢 我去店裡試穿的時候發現 這件褲子還有出 這個超級適合秋冬的咖啡色 如果你已經穿進了家裡的 牛仔寬褲啊 或是直筒褲 一定要試試看這種 簡型錐型的褲子 尤其是可以嘗試 像這樣子的咖啡色 其實咖啡色 比大家想像中的 好搭配超級多的 除了可以搭配這種 黑白灰基本的顏色之外呢 我覺得這種咖啡色 最亮眼的搭法 就是去配你衣櫃裡的 色彩單品 我的這件襯衫呢 也是UNIQLO的 然後這件襯衫 它有比較多顏色可以選 可是呢 我自己很喜歡 它這個水藍色 我覺得很適合配 我這個咖啡色的褲子 那UNIQLO他們家的襯衫啊 對我來說 普遍長度都比較短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也是 身高比較高的女生的話呢 這個襯衫 也是可以稍微的 往大一號去拿 那如果你還是很想要 嘗試看看這種酷型 可是呢 真的很擔心自己的腹部 臀部這邊會顯得比較大 我覺得你也可以試試看 搭配這種長版的襯衫 稍微的遮掌一下 臀腿這邊 可是呢 當你在走動的時候 或是說 你在拍照的時候啊 又可以露出底下 這個剪型褲的感覺 再來呢 是這件寬版的卡其褲 這件乍看之下呢 可能會覺得 跟第一件寬版牛仔褲 有點類似 但是其實它在設計啊 還有材質上 都跟第一件有所差別 那我覺得在這個臀腿的部分啊 也不像是 第一件寬版牛仔褲 有這麼包臀和聲的感覺 這一件在這個臀腿的地方 都是更有鬆分 然後更隨性 但是呢 它還是有我喜歡那種 底質垂墜的感覺 這件褲子還有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特點 就是呢 它是有分正常褲長 跟稍長褲長的 我現在穿的呢 是稍長的褲長 這個長度大概是剛好落地 然後可以戴住我大部分的斜面 參考官網的話 尺寸L號 正常款的褲長 會比稍長款的褲長 還要短5公分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身高163公分以上 或是呢 你會希望你的褲長 可以稍微的蓋住自己的斜面 就可以選大一個尺寸 或是稍長款的 那這件褲子呢 我是因應它的名字 卡其褲嘛 我就選了一個 這種均綠色 然後在搭配上呢 我就配了一個 格紋的法蘭蓉襯衫 然後裡面呢 是配 我覺得 UNIQLO的 神T 這件短短的T恤 超級超級好看 長度也是很剛好 無論是搭配高腰啊 中腰啊 或是低腰牛仔褲 都非常的好看 那這件呢 因為它在這個腰臀這邊 就已經有做很多的鬆份了 所以它修飾 離型身材的效果也是超級好 離型女孩必備的一件褲子 那這件褲子呢 它是官網限定版的 所以大家如果也喜歡這個褲子的話 可以到官網上面購買 接下來這件褲子呢 是屬於UNIQLO的萬能褲系列 它是百分之百黏的材質 所以穿在身上呢 它的膚感超級好 既不會刺皮膚又有還不錯的硬挺感 它的腰部這邊呢 是做一整圈的鬆緊設計 所以在穿脫上也更方便 它在這個褲頭內側的地方呢 也有抽繩的設計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調整到需要的鬆緊度 它整體穿起來呢 是有一點錐型褲的版型 因為它是屬於UNIQLO的萬能褲系列嘛 所以我覺得在搭配上呢 就可以搭配得更休閒感一點 上面呢我就配了一件 也是UNIQLO的連帽外套 類似的材質我記得他們前幾年也有出過 今年的這個長度更長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卡其色也很好看 很適合接下來的秋冬 但是呢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在這個腰部這邊啊 都沒有太多的那種可以修飾身材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是小腹這邊比較大的女生 我可能會比較不推薦 它就沒有太多修飾啊收小腹的效果 再來呢是這件針織長褲 這個也是屬於UNIQLO的萬能褲系列的 那這件的尺寸啊我覺得會稍微的偏小一點點 所以我會建議往大一個尺寸去拿 它是屬於那種羅紋比較窄的針織長褲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呢不會太顯胖 而且它上身之後啊 會有一個我覺得很時尚的慵懶垂墜感 材質呢也是超級輕膚的 完全不會有那種渣渣刺刺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敏感啊 又想要找這種針織褲的人啊 這件我還蠻推薦的 然後這件褲子啊它在這兩邊都有做口袋的設計 雖然沒有辦法裝到什麼很重的東西啦 但是呢有一些小物還是可以稍微的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這一件褲子呢我就配的稍微的 在個人隨性休閒一點 就是配一件臉帽外套滑膚格的上衣 最後這件牛仔褲呢就是我想要拍今天 這隻UNIQLO影片的原因 請大家一定要記好它的貨號跟它的品名 這件直筒牛仔褲還有第一件寬靶牛仔褲跟第二件打折牛仔褲 我願稱之為UNIQLO三大神褲 這件也是我一去實體門是試穿 就忍不住高色的一款牛仔褲 它呢整體是這種直筒 然後又有點寬鬆度的版型 我覺得這種稍微有一點點寬鬆的休閒感 可是又不會太寬鬆的褲子 就很好跟各式各樣各種風格的上衣做搭配 那這一件呢雖然它是高腰的設計 可是因為我挑的尺寸比我平常的尺寸再大了一點點 所以我會穿到有一點中低腰的高度 如果你是穿高腰的話就可以跟短版的上衣做搭配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穿的稍微低腰一點 就可以搭配這種中長版的上衣 其實我是一個很穿不住牛仔褲的人 但這件呢它是百分之百純棉的材質 而且你剛拿到手啊它就是會像這樣子稍微有一點點柔軟感 我希望你穿好幾天它才會服貼你的身型 不用就是一買到它就是這麼的好看 這麼的服貼 無論是在穿著的感覺上還是在視覺上 我覺得那個柔軟感都恰到好處 那這件褲子呢它也是有分標準的褲長跟稍長的褲長 如果以尺寸27號做標準的話 稍長款的內擋長會比正常款的多4公分左右 那另外呢給你們看一下灰色款的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的刷色處理都很漂亮 而且適合日常的各種穿搭 像這件灰色啊我已經穿了爛掉了 我穿了大概有四五次左右了吧 灰色的這一條呢我拿的是28號 所以在腰部這邊呢會再更低腰 然後更寬鬆更垮的感覺 這件直筒牛仔褲真的超級超級好看 請大家一定要筆記下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在 UNIQLO挖寶道的幾條神褲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條呢 我自己最喜歡第一件大長腿寬版牛仔褲 還有第二套很日常時穿的打折牛仔褲 跟最後一件這個牛仔直筒寬褲 我自己還是蠻常會進去UNIQLO找找看 有沒有這種設計比較簡單基礎 但是呢版型又很好看的褲子啊或是上衣等等的 我覺得接下來進入秋冬 也可以背幾條像這樣子的經典單品 就很好跟秋冬的一些 比如說大學T啊或是針織毛衣做搭配 那今天上半身也搭配了很多UNIQLO的單品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件褲子 或是被燒到哪一件單品呢 都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好不好按喜歡 然後可以按直接點我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你們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